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说 你想我们那个什么阅读量的练习是最主要训练什么 阅读量最主要训练什么 不知道训练什么嘛 训练那个大半天不知道训练 哈 叶雅湘 真的吗 阅读量可以训练无常 感恩您的教导 对 任何事都可以训练无常 但是你认为 那个阅读量 他可以训练你什么 好 杨忠宪来 杨忠宪这个礼拜有一句名言 我感同身受 修行一定要趁早 他看到他爸爸妈妈 病苦残生 现在想要修行都没办法 蒋路啊不也视线病苦残生吗 对吧 你那个咳嗽多久了 一个月有了吧 对啊 不会好啊 完全没有好啊 对吧 然后你看他的阅读量的大内心的报告 每次都说我牙痛 我咳嗽 我感冒 所以我没有能量 可是话不能这么说的啊 对吧 你会导致你现在这么惨 一定有他的前奏嘛 所以一定是要谨记杨忠宪的名言 修行一定要趁早 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礼拜 我从 就昨天啊 我从那个 陈明玉当大内 我 特别的感触量身 就是 你们都会争取 哦 那个月貌量要全雷打 乃至于季奖全雷打 所以季奖了 全雷打了以后 你看邮均都可以给你预测了 就是说 请你务必9点要奋斗 因为通常你全雷打以后 你就什么都不管了 到9点的时候就很惨 接下来很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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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上的 你昨天虽然两次的全雷打 但是平均起来只有154 你上次还178 对吧 那所以 你知道你昨天只有150 当然154你还是最高啦 但是你要跟自己比嘛 对吧 你认为你154的原因是什么 你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每次我问他 他都说我也不知道耶 我说不能这种人生啊 什么 你怎么赚钱的 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破产的 我也不知道 这什么 杨中仙我终于发现那个 我那个Visa卡 为什么不能申请 那个Apple Pay 是 我仔细阅读了他了 他就说 要大的银行发出来的才可以 然后他有列出来 哪些是叫大的银行 比如渣打银行啊 新展银行啊 兆丰银行啊 兆丰银行啊 等等等等的 对 所以我 我终于了解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好 回到你 所以各位要申请信用卡 也要找大一点的银行 你昨天阅读量 应该是说 我运作的 如果我9点要好的话 我就会要提早运作 但是我昨天刚好 那个运作时间 那个时候刚好不行运作 所以就影响到 所以这都是废话嘛 对吧 我每次问他 他就说 我不是只有昨天问 我每次问他 我说陈敏玉 你为什么 你这个礼拜的阅读量这么好 我也不知道耶 他大概是杨忠贤留给我的吧 这都是废话嘛 对吧 不能这样子 我要说的是 借着他的案子 来提醒各位 你的经营人生也是同一个道理 你不能 都已经活到几十岁了 然后我问你说 你为什么会破产 我也不知道耶 我说 那你为什么想要学佛 我也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不能这样子啊 对吧 所以你从他身上看到什么 一个人上上下下起伏 那是没用的 哇 那个夜猫量 既讲耶 既讲全雷打耶 中间还有一次也是全雷打 一天两次的全雷打算是非常漂亮啦 结果加起来只有154都没有上一次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启示 就是说我们经营人生也是一样 你上上下下起伏 一下子有来 一下子没来 一下子有来 一下子没来 你就一直都在 那个负能量的灵界点在那边上下起伏而已 你上不去 你上不去 你只要有一次没有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的能量是下降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要紧的 你一定想办法要平稳的发展 经营你的人生 经营你的成佛之道都是一样 一定不要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那当然比那个 一直都在躺平的那个蒋路华 当然是好太多了 蒋路华他的时间管理太烂了 但是他他都没有进步啊 他的时间 你看他没有一天没有旷客的 他一定都有旷客 然后他也不反省 就说我那时候刚好在干什么 我那时候刚好在干什么 哪一个没有刚好在干什么 对吧 你不能因为你刚好在干什么 然后你就 然后你就旷客了 都习惯性旷客 对吧 然后都疲了嘛 哪一个人像你这样子啊 这种人生其实都彻底不可行啊 所以师父的每一个训练 其实都是在帮你打造璀璨的人生 你自己违规了 或你自己做不好了 你一定要内省 我为什么会做不好 我就发现你的内省的能力特别差 你就是 不是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好曾经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耶 也许我刚好在念经啊 那不就是翁翠平那一族的吗 不是这样你一定要用心想 为什么我能够突破我的现况 所以你一定要以陈明玉为鉴 虽然他目前是最好啦 那杨宗憲希望你回到你那个316 那个风光的那一个 2023年10月22号打造了316 哦那个是真的很漂亮 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问你的时候 你也是说不知道耶 为什么那么高 说不知道耶 没有啦是 星期间的关系 他说是休假日 但是我不同意这个理由啊 为什么 往后都好多个休假日 他也没有316或613 那我有感触 好你有感触 好 你自己的活动是想 您有没有 对有有 让他当事人先发言 对 您先发言 我带我私人的感触 您有没有 师傅各位师兄 那 lu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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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arеров 第四楊宏憲試着回答 其实那个是刚好找到了YouTube 的一个bug 哦真的吗 那就是可以透过留言的 她用流远的方式 她就会去累计他那个阅读量 那后来这一招就不行了 对 后来这一招就不行了 所以再来没办法打造那样 被他修復了嗎 因為我自己曾常試過不同的帳號在經營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的帳號好像也會被釘上 因為他可能會認你的裝置 他可能不單只是 或者認為你是AI機器人 他可能會認為機器人或者是他認為 他會不只是認你的帳號 他還會認定你的裝置 所以你在同一個裝置操作不同的帳號 其實他有可能會被他標記上 被他釘上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在運作一些閱讀量的時候 我就發現常常有時候被凍結 喔真的嗎 所以我認為是被標記的關係 那是Youtube比較常凍結還是FB Youtube Youtube比較常凍結 喔是是是 那所以他就整個動在那邊 就完全就不動 然後他會凍結幾個小時 不一定 我覺得不一定 我覺得有時候三個小時 有時候甚至半天都 他不會事先通知你 像FB他就很友善 他就說你的帳號被凍結幾個小時啊 不會 因為 有時候我在留言的時候 我留言他馬上會跳出來 我就會看到我已經留言在上面了 但是有時候 現在變成我在留言的時候 有時候我不要等到30秒以後 我的留言才會 扔得上去 才會掛出 對對對 了解 所以他可能會針對 個別的IP或者帳號 來做一些控管 是是是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帳號 就這樣子被封掉 到現在都沒有結封嘛 救不回來 對那個就救不回來 我有嘗試跟他們溝通 但是他就 沒有用 不願意恢復我的帳號 對 中國大陸 像微信啊 還有微博 你一旦被封 你都不用想 你能夠救回來 不可能 他就根本不理你了 對 是 哪像FB那麼好啊 我封你什麼幾個小時啊 對吧 沒有 然後YouTube最近出狀況 最近 每天掛YouTube都特別困難 掛上去 他都就出現Bug 這裡錯那裡錯 然後 就 重新來過就好了 可是他也知道他 他們的系統出狀況 他會來問你 問我 問我說 你怎麼發現我們的系統出了狀況 然後我就會告訴他 喔我 我 譬如說我掛上的時候 沒有辦法打標題啊 一直打都沒辦法打 打進去 對 然後他就問我 你怎麼解決 我就說 我關機重新來過 但是我不能每天都是這樣做啊 太浪費時間了嘛 對吧 而且那時候掛YouTube的時候 時間特別緊張 對 所以 像今天也是耶 今天也是重掛耶 重掛 就沒辦法 對 所以YouTube恐怕也是 再出系統有問題 伺服器 也許伺服器有了問題 好換你 所以這個訓練其實很重要啊 你一定要加進來這個訓練的行列 你才能夠體悟 要不然你只是旁聽別人怎麼操作而已嗎 對吧 我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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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陸話試著來分享 那個 我覺得中現在300多的時候 就是去年的時候 發現他 去年4月22日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話題 話題特別漂亮 對話題特別漂亮 那覺得我們有學習的 而且就是有時候是那種 覺得說他天馬星 眼睛一亮 對眼睛一亮 他怎麼會把這一個話題 跟這一個推薦語 文本結合在一起 就很讓人家一看就覺得很讓人家想要打開 對對對 這樣子 我覺得那時候 而且我那時候一直都請大家 一定要去看楊宗憲的話題 是是是 所以去年的此時跟現在 去年的10月吧 10月 跟現在就是可以看得出來能量的高低 因為從話題裡面就可以知道 對對對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觀測點 對 那像那個 那個 名譽也是 剛開始 因為我們都在學習 他現在 我覺得他能量高 他是從直覺思維裡面 我也會發現說 這兩個 時常他的亮點就時常 也不知道這兩個怎麼湊在一起 就說有時候我們必須要有一個亮點說 不要在一個死胡同裡面 就是你 如果你這個話題跟這個推薦語 讓人家一眼就看穿 那打開的機率就下 就沒有機會 薄弱 因為他覺得沒有吸引 要有懸疑 對對對 所以那我覺得 名譽在這一點跟去年跟今年比 是有很大的進步 對 所以他也會吸引我想要去點開 有時候是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 閱讀量好與不好 從話題的呈現 其實都是話題在主導 你話題不好就不行 你就可以從這種細微的地方 可以看得出來這樣子 對 就可以去猜測出來 今天跑的閱讀量好不好 就是說話題是第一個重要 會不會滾動 如果你今天這個話題 這個話題很老掉牙 或者是一看就是很平 宗教化 你們三個最常被購 對 就是沒有什麼心意的話 我覺得跑不出來 因為就連我們自己都不想點開 你說一個陌生人怎麼去點開 所以我覺得這是 要動腦筋 對 這是要動腦筋的地方 要有直擊要害的能力 對 所以就是一直都在訓練 一直都在訓練 對 但是這個是從可以知道說 有時候我們能量高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可能我們不覺得怎樣 可是出來的效果就是很好 就不一樣 對 就不一樣 這個可以從 我們從第三者的角度 又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能量的高低 對 可是講路啊 你的話題都好爛喔 三個裡頭你最爛 對啊 我自己都有覺得 可是你為什麼不改善啊 這不是改善不改善 我自己看我都不想看啊 但是 可是話不能這麼說 他以前也很爛啊 是啊 可是他為什麼改善啊 那你永遠看不出來 對啊 我就覺得說 哎呀怎麼 我沒有辦法去做更好的 方法有傳授給你 你就是太共高我慢 你根本不做 就出那張嘴巴拼拼拼講講講 都沒有 點評別人很會啦 自己從來不改善 他之所以進步 是因為他眼睛要開刀 所以他只好趕快送金 因為送金 他一切就飛越了起來 你沒有嘛 對吧 你都病得要死要活了 你還是 還是不願意送金啊 對吧 是 他如果你看他認識我 他2014年就來跟著師父修行 可是那個時候 我沒有推出訓練 訓練的這個課程 他也就是這樣來聽課啊 聽了聽了N多年 我是從2023年開始進入 進入嚴格的訓練 他在2023年以前 都跟著師父八年了 但是沒有進步 思維也好low啊 對吧 然後閱讀量line 閱讀量還那個什麼 剽竊了 對吧 說什麼我有兩千多個粉絲 其實師父八百多的時候 就已經在 在警告他說你那偷竊來的 但是他不知道啊 對啊他跟凌柔都是偷竊來的嘛 我不想要拆穿他們兩個的那個 西洋鏡 後來就只好好吧 現在開始line的閱讀量我都不要算了 重新來一套就是話題開始了 對吧 話題剛剛開始的時候他也沒有跟啊 他還是昏昏噩噩噩 上課也是昏噩噩噩 都我都搞不清楚這個人的人生到底是在幹嘛 是到後來他被確定他的眼睛要開刀 這個是嚴重的問題 怕會傷到視神經變成失明了 所以我說你一定要加緊送金 你看他送金的成效是這樣 每一個人送金一定有效 你陷入財苦不是努力看電啊 也不是努力去應酬都不是啊 你陷入各種的苦 你一定要趕緊趕緊送金 財苦也一樣失業苦也一樣 你的病苦也一樣 你的小人之苦婚姻苦 通通都是一樣 那就代表你所有的苦 代表你的能量太低了 那你要怎麼搶救你的能量 向上向諸佛菩薩去攝取高能量來注入給自己 道理就這麼簡單 可是你被業障殘服 像你被業障殘服了 第一個死不認錯嘛 第二個以業障目嘛 看不到自己的醜陋嘛對吧 業障深重三指標 拿三個1 2 3 Go 你有這三點就代表你業障深重了 一定都不用再講什麼 我已經講了一點 業障 一業障目 還有呢 好 師父還有各位師兄 我會想找找地 陳迷試著回答 就是無盡的扭曲還有無力感 對無盡的扭曲 最後就無力感 因為你一頁帳目你就是全部都錯 自己不知道 那因為你一頁帳目所以第二個呈現的弊端就是無盡的扭曲 那這兩個都出現的後果是什麼 你什麼都不想做 你就貪在那 躺平在那 對吧 這個就是悲哀的人生 這也是刺殺人生的開端 所以每一個人要自殺 他其實都有線頭啊 你都其實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很多人他管理不善 為什麼特別AI時代是大數據的時代 出現的時候都是鋪天蓋地的湧進來 讓你措手不及 所以你如果沒有重視管理的話 你被湧上來你就躺平了 你今天也躺平不想幹 明天也躺平不想幹 越看哇 越可怕就已經累積這麼多了 等到你要幹的時候 你已經完全沒有能量 這個就叫做而憂 你就坐在那邊 躺平在那 但是你心裡是憂慮的 是極度的負能量的 你都不用你都不用嫁禍給別人 做而憂 你搶救的方法是什麼 起而行 你要趕快告訴自己 你就是一定要趕快做 你不錯的話 你的後果是堪憂的 那些自殺的人不都是這樣 他的前奏一定是這樣子 累積太多的 太多的事他都沒幹嘛 對吧 衣服 衣服很多不洗啦 狗大便很多 不少啦 然後債務一大把 不理會啦 對吧 一想天開看看有沒有認識一個女朋友 她是附加千金可以幫他還 對吧 我隨便舉例的啦 不是在講 在講某一個人 對 所以這些都不可行啦 你一定要腳踏實地 什麼都要靠自己 釋迦摩尼佛傳授 傳授各種方法給我們 他也不會幫我們做 所以馬斯克講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坐在那裡等著菩薩要來救你的 什麼事你都不幹 就坐在那等著菩薩要來救你 馬斯克說這種人就是最呆 就像吸鴉片一樣 越吸越重 越沒有能量去做任何一丁點事 他說 那不叫做宗教 是自欺欺人啦 是不能這樣子 好 因為今天我師傅要讓你們看的那個 視頻很長喔 所以我要趕快來開始 直覺思維還是要訓練 因為你直覺思維夠強大的話 你就會怎麼樣呢 你的事業啊 人生五大事 你自己會有能力可以解決 好 來 眾生罪不見佛土炎淨 你不用想 我發現你們每次 這個直覺思維 你都還在想 你想了都變成二元對立 好 來 1 2 3 go 葉雅香今天是第一個強打的 對吧 對 是有進步 非常好 葉雅香真的這一次回來是有進步 來 1 2 3 go 好 賈露娃 賈露娃你要加油 你什麼都要去參與 你不要想 我現在生病了 所以我沒有能量 你去做了就有能量 對吧 Omarang Chajra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蒋入法師 再分享 第一個從標題就想到 跟上個禮拜很像 心靜則佛土靜 那同樣著眾生罪 就代表你眾生有了負能量 你自然就沒有辦法去彰顯 你佛土心的那個清淨 這是我直接想到跟上個禮拜的連結起來這樣子 圖形你都沒有講 好 所以你沒有解釋 這個圖 幫我講一下好了 那個月亮 譬如說這個就是眾生罪白 如果這個女生她立即在這個現象界上面 你有想要想要有一個什麼東西在你的心 在你的心上面執著於這個點 那你就沒有辦法見到 你就是還是有那個牽掛的東西 好 OK 好 再來繼續 1 2 3 Go 廖備軍 這個很容易 這個沒有對跟錯 就是訓練自己的思維 是很很直接了當的 好來 師傅各位同學 按阿薇然後請請 非常好 廖備軍試著分享 好 我說 看到的 我可能是瞎掰啦 反正就是 就是 我想說她耳朵這麼長 是不是道聽途說比較多 道聽途說 OK 然後她坐在那個月亮上面 我想說之前我們在上課 會感覺好像月亮就是那個彼岸 對 親近的彼岸 對 然後她已經坐在這個彼岸了 對 那為什麼她還 就是不見佛土眼鏡 我就聯想想說 是不是那耳朵很長道聽途說 這是我自己瞎掰的 讚不讚 給她掌聲鼓勵 對 對 是 這是一個視角嘛 沒有對與錯 對 我相信沒有沒有別人 會想那個 會想那個 對 不可能 非常好 徐里悅你要不要發表高見 阿彌陀佛跟妳講話 阿彌陀佛怎麼教妳阿 7月7號要開學了 妳知道嗎 為時阿 妳有報名耶 我有報名 對啊 是啊 對 對 妳一定要7級參與好不好 對 我們本班都是特別歡迎妳的 7級 對 是 你們要不要參加 禮拜天早上 他們兩個都有參加 對 你們兩個也可以來參加 欸 貴寶店禮拜天有 有上 有上班嗎 沒有上班 好 禮拜天休假 禮拜天休假 我現在如果知道這個訊息 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就是 就是跑來吧 應該是這麼講 對 因為我們現在等於是 就是少一個員工 然後 變成我只能禮拜天處理我的事情 然後現在因為禮拜天 我 我會就是還要去看我母親 喔 他在哪 應該這麼說 因為我 我的父母是我很小 還沒幼稚園他們就離婚了 所以他們是各自有家 真的嗎 對他們是各自有家庭 那現在年紀大 那妳要看兩邊嗎 我父親他身體非常好 他是他會來店裡跟我泡茶聊天 然後因為 因為有時候是 就是 有各自的 反正就是家家有本來念的經 然後現在父母親都年紀大了 那我就趁禮拜天可以去看母親 喔 那可以啊 下課以後 就可以去看了 你看師傅這麼忙啊 昨天 昨天我為了搶修這個電腦 然後就 因為半夜這個電腦就 全黑了都不工作啦 哎呀我自己在那邊搞搞搞 都不行 五點我就打電話給中仙麗說 欸妳有沒有什麼辦法 他在網路上搜了搜 我搜半天方法都不對 都不對 然後他 他就說那要不然 天亮的送去Dale 哇 好不容易等到九點Dale 說喔妳送來可以 可是可能要三天才會拍到妳喔 他說我們都是電腦管控 然後就是照拍 喔所以我一聽這不行啦 然後我的那個高雄那個功德組 他就說趕快找一個個體戶 找個體戶比較快 個體戶比較不受那種大公司的流程 找到那個個體戶打電話過去 他說 欸妳兩點才能送來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現在在外頭幫人家修電腦啊 我說那妳兩點要修到幾點 他說我我我告訴妳喔 我兩點不曉得能不能回得去喔 妳講什麼 最後講講講講 講半天他告訴我 欸妳是什麼牌啊 我說是Dale 他說喔那我還要告訴妳喔 Dale很嚴的喔 他說我們不是他的特約廠商喔 我是沒有權利打開他的筆電的啊 他說我萬一把妳打開了 然後我沒修好妳 送為Dale去 他們不會幫妳修啊 他就要恰覺妳很高啦 喔講半天都是廢話 我越聽越不對 我就想我趕快上台北吧 就這樣子奔波啊 哇 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每一個人一定都有私事啊 你看像我的私事就 我也要洗衣啊煮飯啊什麼 這些都是日常必要要做的事啊 那我什麼時候做啊 回到高雄再做嘛 我半夜我經常都是半夜在洗衣服欸 對啊 然後充分利用每一分鐘這樣子 對 所以那妳看吧 那我都沒生病啊 這個人在生病啊 你們一定要看清楚 一定要看清楚 這個就叫做能量 而不是妳躺在那邊睡大頭覺 睡幾個鐘頭 那是沒用的 妳一定要起來工作 工作開心了妳就有能量嘛 對吧 特別現在是AI時代 AI時代是意識的時代 妳一定想辦法要認識意識 剛好這個課是從一開始教欸 那像像陳明玉他們都是從半路 師父一年半以前 臨為壽命去接那個為事的課 他們都是臨時 從中間跳進去聽的 霧煞煞啊 根本不知道師父在講什麼 完全的霧煞煞 完全的霧煞煞 但是 但是 現在妳看 她可以當霸主耶 搶達了霸主 她也有兩次霸主的機會 的紀錄 所以可見都可以訓練的 都可以訓練 妳看絕煞 絕煞的弟子 那才真是叫做不可思議 他們也沒機會來聽課 對吧 沒有聽課喔 然後我也不給他們講義喔 你們都還有講義啊對吧 我從來不給他們講義耶 但是他們也要寫新的報告耶 那他們怎麼辦啊 那種訓練才真的叫訓練 他為了要求生存嘛 所以他就很早就是播出的時候 他就開始一直聽 走路他也在聽 開車也在聽 一直聽 聽到非常的熟這樣 然後就寫新的報告 這個訓練對他們來說絕對的重要 絕煞這麼嚴啊 他們都不要離開 我說那 那妳天天違規妳滾好了 沒人要滾啊 妳要知道 因為他知道 這個訓練的重要性 而且他自己獲益嘛 其實訓練很多病人耶 妳要知道啊 非常多乳腺癌 就是我們的乳癌 至少有三個 然後還有憂鬱症 但是他們一個一個 那個憂鬱症那個 進來兩個月就 他本來在吃藥兩年 進來兩個月就徹底斷藥 都不用再 不用再吃藥 所以一定有效 一定有效 對 所以歡迎 廖佩君大美女 你來報名 那你先報名嘛 因為我們報名要截止了耶 對 是可以請假啦 你知道嗎 而且這個是有 有結業證書的耶 結業證書你拿到的是什麼 佛陀教育基金會 佛陀教育基金會 假日佛學院 結業證書 報告師傅 其實我已經有看刑事例了 但是就是會很不巧 因為那個農曆那個初一十五 如果遇到禮拜天就麻煩 那沒關係啊 那沒關係啊 你可以請假 他好像 他允許學員請假 不知道幾次 上次張明正有跟我講 他們 四次嗎 四 好像不只耶 五次吧 五次吧 五次 是可以請假的啦 但是因為七月過後 那個八月 我整個八月是 工作三十一天 一天都沒修的 對 那你不用擔心那麼多啊 你應該 起而行嘛 對嘛 你搞不好那個時候 菩薩都已經 調來一個非常好的員工給你嘛 對吧 所以你不需要現在就 就憂心了 而且我們不是要去慶見教宗嗎 對吧 慶見教宗為什麼要慶見教宗 你親近一個聖人 他的磁場嘛 涉受到 你涉受到他的磁場嘛 所以這個是 絕對的重要 絕對的重要 對是 所以也就是說我看到你的 因緣一直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嘛 對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現在都沒有人手啊 我現在都沒有人 我就要做得要死要活嘛 對吧 不用擔心 什麼時候菩薩要給你調一個人 非常優秀的人 然後也在訓練遊遠廣嘛 對吧 他很突出啊 而且他非常有智慧 他很快他可以當作 你的最佳得力助手 對吧 所以你都不用擔心 給他們遊家掌聲鼓勵 遊遠廣你要不要來 遊遠廣你也來好不好 上上禮拜有一個帥哥來找我說 師傅我就是要來跟你上 我要來上課的那一個人 我說 喔很好 歡迎你 他說欸 那這個課什麼時候 幾點開始 我說九點 他說 蛤啊九點喔 我說要不然你認為要幾點開始 他說 我說 禮拜天我都睡到十點耶 我說那你今天怎麼來了 今天你怎麼來 他說 喔 是啊我快十點我才來的啊 所以 形形色色的人 我要怎麼說呀 對吧 所以不用擔心太多 不用擔心太多 接受訓練最重要 因為你 一旦接受訓練 你就會發現你的能量強大起來了 對 要從這個角度開始 對 是 好 只講一個人而已 兩個人啊 還有 有 楊宗憲有講嗎 師父 各位師兄 我讓楊宗憲哲哲 第一次楊宗憲試著分享 就 我看到這個 月亮我是想到終極本質 那 我看到這個女郎她 拿著一個東西很像燈籠在 在找東西 但是我覺得 好像她很在 向外尋找什麼 那是 其實終極盾子就在她的腳下這樣 喔 ok ok 好 這是我的直覺這樣 對 ok 好非常好 直覺都沒有對跟錯 還有人嗎 還有人要分享嗎 因為時間比較緊張 師父來講喔 你看 一個人她坐在終極本質上 因為我們就用月亮來當作 這是佛教慣用的比喻 就是月亮就是終極本質 這個人已經都到了終極本質 而且你看她 她 來到終極本質 她是用現代最先進的AI的科技方法 AI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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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她上來到終極本質 她藉由科技的方法做上了 體悟了終極本質 其實她都已經到了 但是她就被這個AI所蒙蔽了 所以她不認識她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就是她的罪 就是她的 她的 被什麼給殘服 這一個我就是要來形容 她被科技 現代發展的科技所殘服了 所以她即便已經到了佛國淨土 她還是不認得她 就像Mask他說 第一性原理是 就是你在世間法裡頭 你要這樣做事那樣做事 要最根本的做事 其實她都大錯特錯嘛 第一性原理就是終極本質 怎麼會在現象界啊 所以你看Mask那麼優秀 到後來她去吸毒 只為了要提神對吧 好所以今天我就要鎖定這裡 那就是Mask 這就是Mask喔 我們要趕快來看Mask 因為那個影片很長 講路完我今天在饒了你 好嗎 我今天一畫一世界也沒時間想 我變二畫二世界 對二畫二世界 對 我先把這一段講 這是上個禮拜的 這個禮拜就是眾生被業障所殘服 所以看不到佛國的嚴禁就是莊嚴清淨看不到 清淨是什麼意思 對始終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一定是要用超越二元對立的方法 你才有可能上了月亮上了終極本質 不會被蒙蔽對 然後依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是什麼智慧 他說依佛的智慧 你才有可能去了悟這個佛土是莊嚴清淨的 那你想佛的智慧是什麼 就是超越不二中道的 超越二元對立的不二中道 那就是佛的智慧 所以你這一生能夠這麼快就能夠接觸到文書 直接了當切到超越二元對立 我可以說那是你壘式的大福報 而不用在那邊繞啊繞啊繞啊 我的房東 我的功德主 他前幾天來請吃飯 就分享說他去參加一個研討會 那個研討會他說很High啊很High啊很High啊 我說那個研討會裡頭講了些什麼 怎麼行善啊 還有夏威夷療法你們有聽過嗎 那個已經很老舊的方法嘛對不對 什麼要謝謝你啊 實際情對 什麼謝謝你啊 什麼我愛你啊 然後還有什麼對不起 對對對 那你覺得這種方法有效嗎 有沒有效 為什麼沒效 我們我們請教請教那個廖沛君為什麼沒效 師父各位同學沒有吉祥如意 廖沛君試著回答 好 這好像是有一本書我忘記那本書叫什麼名字 嗯 那個夏威夷療法 對 藍博士 對對對然後什麼精神病院後來都被整個解放 對 對 是 那你為什麼認為他沒效 我個人沒有 不認為他沒效 我覺得他有效但不是唯一方法 不是 你認為他有效 我認為他 應該是說 不是特效要就是有 有一點效但不是完全 不是完全徹底的解套 對 對 還有哪一個人 好 蔣諾阿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是講話試著來分享 我覺得他就是在世間法 對 然後事實上他的能量是很低 對 而且這個是說我們只有講說 喔我愛你啊謝謝你 但是問題我們很大的是來自於心 對 我如果講謝謝你但是我心裡就不這麼想 只是這個 別人告訴我一定要這個方法 對 問題是我心不甘情不悅 或者是說我就是念在嘴巴 對 我根本心沒有發出同樣的這個同頻共振 高頻共振說我真的很謝謝你 那發出來的力量是不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他的能量是很低 是 要想扭轉整個逆勢是有困難 其實太薄弱了 太薄弱了 更重要的更重要他為什麼 不可能深度的解套不可能 一定不可能 你聽師傅分析喔 他停留在膚淺處啦 就是說他的那個什麼我愛你啊什麼 是正能量而已啊 他沒有上升到高能量啊 他根本就不就不知道我愛你 然後我不愛你呢該怎麼辦啦對吧 他說欸他們去那邊還有學習擁抱 你學習擁抱你在家也可以學習擁抱你的小朋友嘛 對吧你幹嘛花大錢喔而且都很貴啊 去那邊這個方法是不對的 那太薄弱了 太薄弱就是說他傳授的這些方法是 膚淺的行善還不是真正的行善 膚淺的行善對於智慧他從來沒有去碰到任何一丁底沒有 他就是從行善裡頭行善是在正能量而已啊 200到700啊他沒有上升到高能量啊 他沒有突破善與不善嘛對吧 所以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就像這個情形因為當時我在30歲左右 我也是在上班的時候我花很多的錢去做這種訓練 做這種心靈成長的課 大概一個禮拜要第一期一個禮拜 當時二十幾年前八千塊至一萬塊 那第二期要十五萬也是一樣一個禮拜十五萬 我那個房東他跟我講他說多少錢啊 喔他很貴耶 他說他不敢講他說非常貴 他是大老闆還講到非常貴 像普通這種心靈成長的課 因為一來他會直接講說這一套都是從國外引進 是從外國 對啊外國人來台灣然後是直接翻譯 然後問題是我發現我的同事 因為我只第一期那個我發現那時候要加班 所以我這麼浪費錢 而且我發現我上了 所以我後面我只有第一期繳第一期 然後後面我發現我的同事至少三四個 都繳了十幾萬去學那一套 可是他們我看到他們的成長是只有 他就跟我講說那個就譬如說他會要你那個擁抱 譬如說擁抱對方 我們以前都不太可能對一個陌生人做這種擁抱動作 那他就是變成有點像教條式的 因為大家一起做遊戲 他就說現在擁抱一個陌生人 然後你要跟他講我愛你 然後肢體接觸 然後要這樣子去拋心拋肺的愛對方 我發現我的同事繳了十幾萬 第一個禮拜我問他們的收穫如何 他就說不錯啊就是你會逼著自己去做一些嘗試 但是第二個禮拜第三個禮拜我發現根本就恢復原狀 對 而且根本沒有理論基礎 就是沒有我就說他來請我吃飯的時候我就跟他講 這個活動好不好 準則怎麼判斷 判斷的準則第一 你必須要有道理 有理有句有方法嘛對吧 你的理論基礎在哪裡 你的句就是你的經典依據在哪裡 沒有啊 你提不出來經典依據啊對吧 然後方法呢對吧 所以都不對啦 都不對浪費錢而已 那個錢拿去救苦救難多重要 非常貴 十幾萬 十幾萬 對 他三四個都浪費錢 請你看Mask 這個功能最吸引你的 許多分析家認為這款手機將迎來一個新的技術時代 當人們第一次聽到特斯拉ModelPi手機的時候 都感到非常震撼 但只有命名為ModelPi 這是真正的創新 它將改變現有的科技格局 馬斯克說出此番言論是否太過狂妄了呢 這到底是噱頭還是一場手機革命 你是什麼時候聽說的特斯拉ModelPi手機的 特斯拉智能手機科技感十足 功能強大 你覺得哪個功能最吸引你呢 許多分析家認為 這款手機將迎來一個新的技術時代 當人們第一次聽到特斯拉ModelPi手機的時候 都感到非常震撼 但是這款手機的真實性還未得到證實 目前的一切都還是未知的 艾隆馬斯克的特斯拉公司 正筹劃推出一款名為特斯拉ModelPi的智能手機 這個消息讓科技行業的每個人都很興奮 在接下來的視頻中 我們將看到特斯拉備受期待的智能手機 請大家一定看到最後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期的科技啟示录 別忘記點贊和訂閱 以便獲得更多關於特斯拉 SpaceX 星鏈衛星等 與艾隆馬斯克有關的更多科技資訊的更新 從2022年開始 艾隆馬斯克無疑是地球上最受關注的人 實際上特斯拉同家初創公司 發展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電動汽車製造商巨頭 值得我們每一個人的钦佩與掌聲 有人認為艾隆馬斯克可以完成任何他下定決心要做的事情 這位科技狂人甚至考慮過在火星上建設人類居住地 事實上馬斯克以及他的團隊的科技研發 和獨一無二的高科技產品 經常使我們稱目皆舌 所以當他的公司定期發布新產品時 我們開始期待更多 目前馬斯克正在籌備研發一款全新的手機產品 他既有一項其他手機廠商沒有的優勢 那就是馬斯克公司的綜合科技力量 他甚至聲稱 進軍並在智能手機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對他來說不是一個大問題 有網絡傳言稱他和他的特斯拉公司正在準備推出他們的特斯拉Model Pi手機 並聲稱磁寬手機會是手機領域的一匹黑馬 整個世界都在期待著 想知道馬斯克的特斯拉Model Pi手機 到底包含了哪些特殊配置 鑒於他既往的偉大科技成就 例如可重複使用的火箭和自動駕駛技術等 馬斯克會在他的智能手機中融入哪些功能 使其在競爭機類的市場中脫穎而出呢 分析家們預測 特斯拉Model Pi手機的上市 將會給其他競爭對手帶來衝擊 智能手機市場的遊戲規則也因此會被改變 特斯拉Model Pi手機看起來就像科幻電影中的高科技產品 擁有很多未來主義元素 這一切都太吸引人了 目前我們還沒有太多的官方信息 但網絡傳言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想像空間 特斯拉手機確實足夠瘋狂 是對手機領域的一次顛覆 Model Pi手機外殼有一層獨特的圖層 因此手機可以能夠根據環境改變顏色 這是不是很另類 你的黃色手機可能在雨中瞬間變成黑色 根據介紹這款Model Pi手機 背面將帶有太陽能充電板 能隨時隨地在陽光下直接充電 真是超級不可思議 同時又非常環保 這款Model Pi手機可以充當你的特斯拉汽車遙控器 由於手機的內置功能 和與汽車操作相連接 所以你無需手動操作就能駕駛汽車 此外Model Pi手機的高清攝像頭 將是它的另一個亮點 它有四個後置攝像頭 和一個強大的前置攝像頭 它甚至能夠捕捉到銀河系的清晰照片 這款手機據說還有神經連接功能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你可以在火星上使用它 這款手機將是第一個公共衛星電話 同時也可以獲取加密貨幣 在一個單一的手機中 結合了所有這些綜合功能 似乎是不可想像的 但正如前面提到的 埃隆馬斯克有能力做任何事情 然而我們看了此款手機的介紹後 你肯定已經感覺到 Model Pi手機其實只是一個概念機 可能會在幾年後實現 但現在並不可行 以目前的技術來看 特斯拉手機不太可能在2022年面試 鑒於目前關於特斯拉手機的各種傳聞 大多數人預測它將在2030年發布 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謎 尤其是馬斯克本人在推特上表示 研發電子設備甚至手機都是徒勞的 用它自己的話說 這兩種技術形式都是過時的技術 特斯拉Model Pi手機 可以在火星上使用的說法更令人生疑 現在登陸火星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況且開發一個可以在火星上使用的手機 需要首先在火星上測試 這是不可行的 這款超級智能手機的很多功能 目前來看都是遙不可及的 此外 將任何設備 與人腦連接起來的神經連接系數 更是難以實現 神經連接都還沒有在人類身上實現 如何將其整合到特斯拉手機中呢 這難道不是完全出乎意料 和難以置信的事情嗎 這款手機的一系列看起來很棒的尖端功能 將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成為現實 然後把它們整合到一個小小的手機中 很可能還需要十年 而實現這一頂級科技暢想的關鍵問題 是埃隆瓦斯克是否能在短期內成功打入智能手機市場 這個世界首富總是遵循創新的業務路線 如果它們創造一個智能手機 並進去智能手機行業 它們不一定能占到多大便宜 因為蘋果手機已經是這個不斷更新的行業中一個成熟的品牌 即使蘋果公司最近在智能手機領域表現不佳 特斯拉的智能手機也不一定能夠在智能手機市場有很大勝算 因此特斯拉Model Pi手機的問世 可能仍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特斯拉手機的所有高科技功能 基本上是馬斯克正在研究的所有科技的會所 簡單的說 似乎有人遇見了特斯拉手機會是什麼樣子的 考慮到埃隆馬斯克將是Model Pi的創始人 似乎有人也在不斷猜想 特斯拉手機會有什麼配置 最後特斯拉Model Pi手機其實只是一個研發計劃 而這個所謂的全新手機已經讓大眾興奮不已 並不排除特斯拉在未來二三十年內 會通過合作開發這種手機的可能性 但目前特斯拉只專注於發明新的電動汽車 特斯拉手機在不久的將來 在手機行業大展身手 目前還不能實現 你覺得特斯拉Model Pi手機怎麼樣呢? 你期待特斯拉手機快點面試嗎? 請在評論區告訴我們 好 好 現在要 聽他的思維 這個你只能憑想像 因為它就是一個概念機嘛 對不對 跟當初電動汽車也是一樣啊 這是概念的 他從概念然後開始逐貨 到問詩 這都是必要的過程 來 好 陳明依發威了 有 可以揪一揪的 MASK 人工智慧外一張 你看到嗎? 他影片裡頭有講說 什麼人工智慧啊 什麼 對手機來說 那是多餘的 未來的路線 不是朝那個 朝那個方向走 師父還有各位師兄 雙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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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這是他高運的時候 那我覺得他提出這些想法 剛好很彌補我的個性 因為我是一個很保守的人 然後可能也是懶散 然後 你現在已經離開懶散 然後 就是說 我覺得他真的很敢做夢 帶著全人類做夢 對 然後很敢突破 可是他都成功啦 譬如說 我認為他最成功的就是 火箭那個發射到火星 然後還可以重複使用 這個就不可思議 對吧 在他以前沒有人這樣子 而且他又是成功了 對吧 這個手機我相信他會成功 對 好 來 蒋露啊 對 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話試著來分享 我覺得馬斯克事實上他的發展 有切到意識的發展 你看他一定從 連接 連接 他的腦機接口 先發明了以後 現在是 將來的手機 因為就是延續的腦機接口 用腦的力量 去控制他 去控制他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可行的 跟整個脈絡一直在往這個意識 所以法師才講說 現在是一個意識的時代 很明顯的我覺得百分之百 他是將來 而且這個Apple 因為沒有碰觸到意識這一代 這一塊 目前的所有的產品 沒有一個產品碰觸到意識 對 所以他這一個產品如果開發成功 真的是很少所有 所以目前沒有碰到意識這一塊 就是打敗所有的 對 所以我覺得我光看這個 我覺得跟馬斯克在這幾年的運作 是同一個連線 他並沒有斷層 這整個發展是有接續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這樣看 我覺得是百分之百 我預祝他希望他成功 所以我們熱烈掌聲獻給Mask 希望他成功 希望他成功 對 法師現在在講說 這是一個意識的時代 對 很清楚的知道 因為馬斯克就切進去這一塊 對 而我們只是不曉得 原來法師的課 已經超前了這麼多 對啊 也是切到意識 切到意識 對 切到意識 來 師傅各位師兄 忘了路喬喬喬 第一次洋中線師的分享 我看這個影片的感覺就是 他一直在 他的思維是超前的 對 就很多這種 我們以前沒有辦法想像 他可以結合在一起的東西 比如說像衛星 他全都串起來了 對 衛星 對 還有太陽能充電 對 對吧 他可以把一些東西給 師傅講的比如說跨領域的 跨領域的充分融設在一起 對 所以這樣就可以充分展現出他的力量出來 對 對 是 對 還有嗎 那個 游圓廣好不好 我們熱烈掌聲邀請游圓廣 來為我們 他上一次有講 我們也是在看AI 他給了一個點金的點評 太棒了 來 AI主播 對 日本的AI主播 對 來 欸 麥克風 在 在 麥克風在誰哪 蛤 蛤 開抱歉 原來我拿了你的 好來 師傅大家好 我其實不知道要從哪個角度開始講 好 你的每一個角度都很帥 其實真的要說就是光看影片來說 這其實有點偏向天馬行空 對 Mask的人就是這樣天馬行空 他剛剛 他那個成品出來以前 他絕對的天馬行空 譬如自駕他也是天馬行空 那時候人家也不認為自駕可行 那自駕撞到人該怎麼辦 對吧 可是他後來還是推出了自駕 對吧 因為他如果他這個手機 他要推成的話 他第一個 第一個最大的功能 應該就是如何 他跟他的Mondel 特斯拉的電動車做連結 這是第一個 會 但是應該不太可能會說 以 那種所謂的人腦神經感測這種東西 而是會例如像蘋果 用Series這種方式去操作 對 好 所以這是很好的一點 但是他有講 現在 就是他的產品出來的話 像Apple那些 通通都變成落伍了 可能你沒有看到Mask 他有做腦機接口 就是他有一個產品 是試圖要幫助高位癱瘓 譬如說肩膀癱瘓 因為中風肩膀癱瘓 或腦神經癱瘓的這些人 可以不用開刀 就是用意識來控制 那他就是在腦殼上 腦的皮質區這邊挖一個 差不多五塊錢銅板大的口 然後不用住院這樣麻醉 然後把三千多個Electro 那個電極線都很細都很細 塞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控制 控制幫助那個病人 來解決他的癱瘓的問題 所以他是很很注意這個意識 從這個Electro裡頭去擷取 你的腦波裡頭的意識 因為其實馬斯克他在講這件事情 其實他還有一個最大技術要突破 第一個就是台灣的晶片問題 晶片的問題你要先有進步到那個時候 你到時候你手機才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第二個問題是 也就是說 在手機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情況下 你就是說我們現在一直在常講 你的VR技術已經有突破到那個時候 你的VR技術有突破到說 你人類的腦可以做到完全意識去潛行這種事情 你跟神經這種所謂腦波控制的事情 才會得以實現 所以VR的技術要先進步到 有辦法說讓人腦 作為完全潛行的這件事情 可以做到以後 才可以做到神經感測這件事情 但是他的腦機接口 是已經進入人體實驗了 我們看那個影片 可能是兩年前看的影片 那個時候 已經成型了 但是還沒有推進到人體的實驗 是豬啊 豬肢 他給他豬挖了那個洞 然後給他控制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理論 然後控制豬 他是覺得這個可行 所以慢慢的像FDI FDA去申請人體的實驗 所以他為什麼對他現在這個 這個Model Pi手機這麼的有信心 就是因為腦機接口已經進入了人體實驗了嘛 所以他才會說那些晶片啊 那些像Apple的電腦啊 那個手機啊小米的手機那些 通通會變成過去了 就是他這一套出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來發展這個手機 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看到遊園廣他的那個 他的 是 是 他的那個各方面領域的那個知識 是非常成熟的 對不對 都遠遠超過我們 對 好 我有聯想到法師的那個封面圖 對 法師不是有兩個大角嗎 對 事實上那個也可以講 要我想像說那個也是 也有可能不用直進去 而是你帶一個什麼氣 把你的意識的能量發出來 你甚至就可以控制那個太陽還是什麼 火星啊 對 那Mask現在就是在現象界非常的強 他用現在已經知道用意識的力量 知道人有這個意識這個念力啊 這個是有很大的能量 能夠做很多事情 對 他那個手機 概念的手機取名叫Model Pi Pi是這個 數學那個Pi 是無限的 他是圓周的 他為什麼要取這個名字 就是 其實他是有深意的 來向世人傳達 我這一款手機就是Pi 對 是 無限的 對 是 是 好 那看師傅 要請問你們什麼問題 Mask如何彰顯他的智慧 對 就是 我們看到哇好興奮喔 但是可是你想想他怎麼來彰顯這個智慧 聰明跟智慧是兩回事 我只能給您這個提醒喔 因為這個是幫助你寫作嘛 我的寫作是主題 AI時代終極本質就是終極真理對比現象界 好第二點Mask的創新概念 為何永遠灌溉群雄 為什麼 為什麼 Mask經驗產品的問世 為何總是慢半拍 他都是概念推在最前面嘛 就像腦機接口也是推出來好多年了 到現在他本來是講20 那是2020年推出 他本來說2022要問世 結果到今年2022是沒有 這是我說的 為什麼他會慢半拍這樣子 好不好 9點了 趕快 今天的那個我 特別的短喔 明相解說我只有一個而已 大字在天 大字在天 中文翻成華西守羅 然後摩西施法羅 你看他這個是用凡文翻過來的 摩赫戈羅 伊舍那天 這個你不用背 這一個建議你記住 施婆神 因為以後會常常用到他 施婆神就是大字在天 他是婆羅門教以及佛教 共同尊奉的附法之一 佛教主張他這個神就是施婆神 他所居住的那個天就叫色究竟天 是色界 我們是玉界嘛 玉界色界再上去是無色界 色就是物資 所以在色界天他還是有物質的肉體啊 物質的想像啊等等 更高的無色天就是完全的精神性的 好 所以大字在天還是有肉體的 有物質性 大黑天就是大字在天的化身之一 在漢傳佛教我們就是漢傳佛教 大字在天也就是施婆神被奉為二十諸天 還有二十四諸天當中的一個護法神 而他的整個聖像通常都在大雄寶殿 所以為什麼我想要介紹給大家大字在天 他就是施婆神 先有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第十二講 第十二講我就講這個經文而已 就只有這一頁 然後接下來兩頁的解說 爾時設立佛成佛微神做思念 若菩薩心靜則佛土靜 我世尊本是菩薩時亦起不靜 而似佛土不靜若子 佛知其念即告知耶 於亦雲和日月起不靜耶 而盲者都不見 對曰佛也世尊 是盲者過 是盲者的過錯 非日月舊 舊就是過錯 設立佛眾生醉故 不見如來佛土言盡 你看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是眾生自己的問題 非如來的錯 設立佛我此土盡而辱不見 他說我這片國土也很親近 你都看不到 爾時羅濟犯王 欲就是禁告的意思 這是破音字要念欲 第四聲 欲設立佛誤作示意 為此佛土已為不靜 所以者何 我見釋迦摩尼佛土清淨 譬如自在天宮 設立佛言 我見池土 丘陵坎坷 金其沙利 土石珠山 然後惠惡充滿 然後羅濟犯王言 仁者心有高下 你看你有高下的分別心 不依佛慧 佛慧是一如平等的 根本智慧嘛 故見此土為不靜 你看到不靜 是因為你用分別心去看 所以你看不到諸佛的國土 菩薩與一切眾生息皆平等 身心清淨 這下面可能太常被我擋了 沒關係 看翻譯 因為我這樣念 我相信你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不對 當時以小乘智慧第一 而聞名的是設立佛 請你注意到設立佛是小乘智慧第一 大乘智慧第一是誰啊 大乘智慧第一不就文書嗎 那你們不是很好笑嗎 小乘第一是設立佛 對小乘因為他只停留在我空跟法空 所以那個那個 有一天廖佩軍問我什麼是小乘 小乘智慧第一是設立佛 他只停留在我空跟法空 大乘文書主張的是超越我空跟法空 超越一切的二元對立 植入終極真理 好所以 藉著世尊大威神力的護佑 然後設立佛升起了意念 問世尊說 如果菩薩心很靜 就能夠側悟佛土的清淨 那麼我世尊就是你啊 你釋迦摩尼佛身處在菩薩地 那你的心意是難道不夠清淨嗎 或者是說你的佛國淨土不清淨到這個地步嗎 你還有那個肉身啊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的國土是不是根本都不清淨 他問世交謀逆佛 世尊知其心想意念 世尊知道設立佛智慧不那麼高 他還在想歪的嘛 所以立即教導設立佛下面的意理 心意識的功能是什麼 上個禮拜我們有講 最下面第八個阿拉耶識是心 第加莫那識是意 第六分別識是識 心意識合起來叫做統稱為心 我們講的心不是只有第八阿拉耶識 心意識加起來統稱為心 然後隱喻我們通常都是把終極本質 用日跟月來隱喻嘛 難道這不夠清淨嗎 其實是盲者 什麼叫盲者 就業障產生的叫盲者啦 因為業障的一業障目 因此沒有能力來測見佛土的清淨 因為他業障深重 所以他一定執著於 就像設立佛已經都小勝智慧第一了 他還在執著什麼 那你釋迦摩尼佛你還有肉身 那代表你的佛土不夠清淨嘛 對不對 這就是他的執著嘛 然後再來 就這一業就沒了 設立佛又禁秉世尊說 一切都是眾生的業障所導致的過錯 而不是日月所隱喻終極本質的錯誤 所以他被釋迦摩尼佛點破了以後 他說我終於知道了 一切的看不到 我不是日月的那個終極本質的錯 是我這個眾生業障太深重 被業障殘服了 世尊就禁告設立佛說 一切都是眾生的罪業 因此無力撤見佛國淨土的莊嚴與清淨 他說這絕對不是如來的過錯 是眾生的業障深重 設立佛他苦苦的告訴他 我之國土我釋迦摩尼佛 雖然跟大家住在一起 但是呢我已經證悟了法身啊 所以我感召的國土一定清淨 我之國土如此的清淨 而主一樣也無力撤見 我在你面前 你看得到我的法身感召一片清淨的國土嗎 你看不見啊 因為你業障還是深重的嘛 然後設立佛就說 佛啊我之國土如此清淨 而主一樣也無力撤見 此時羅濟犯王禁告設立佛說 尊者尊者就是設立佛 是你自己因為有高下的分別心 所以沒有依止諸佛聖人的 超越二元對立的根本智慧 因此你會誤判誤以為諸佛國不清淨 設立佛啊菩薩以終極平等之心 看淡所有的眾生 這是超越二元對立 對意理通透的身心 我們講菩薩三心 哪三心? 職心 身心 菩提心 對的對的 就是秉持著諸佛的根本智慧 是超越二元對立的 因此必定能夠側見諸佛國土的清淨與莊嚴 所以你看了師傅的解釋應該就更明白了嘛 對吧 好 那我們就講完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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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